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个课咱们做了两个简单的提醒 对吧 这几个课咱们接触一个就可以吧 那先看一下这个 请写一个获取文件扩展名的函数 对吧 那系统有没有这样的函数呢 有 但是咱们尽量都不用系统函数 咱们都自己写 那首先要分一下这个文件名是什么样 对不对 那文件名 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 泰斯的点PP 对吧 那扩展名是不是就PP 是这样吧 然后比如说logo.jf 那么扩展名是不是 jf 对吧 好多人会这么认为说文件名都是一个点的 对不对 其实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咱们生命类 对吧 对 对 page.class.prp 对不对 那扩展名是.class.prp 吗 不是吧 不是 要以最后那为入 所以也是PP 没有点就是扩展名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会有几级扩展名 还没完 因为他说获取一个文件 对吧 这个文件的格式 他有可能带入录 你听着吧 你特别是达名人体的时候 问题一定要想全 对吧 比如说C排下边的 比如说我把这个 目录结构 站过来 你看 对吧 当然在地下边 目录名 都是这个正确的 对不对 比如说logo.inc.jf 对吧 扩展名还是jf 对不对 有可能文件名还是一个什么 还是一个url ur 这些都叫ur 对不对 相对的绝对的 比如说是这样的 http 冒号 3w.lampbrother.night 这下边的a 目录下bbb目录下 有一个什么 比如说有一个 iit.inc.prp 这个有可能这样 还有可能是这样 这个文件名 我们 扎过来 然后后边 加困号参数的 用户等于 比如说adme adful 对吧 然后密码等于123 之类的 是吧 还有可能是这样的结果 看到了吧 所以这些都是文件 那么这些文件名也都是字无串 对不对 对 那咱们要考虑扩展名 像这块 扩展名咱们要的也是pp 对不对 像这个扩展名咱们要的什么 是不是也是pp 对吧 基本上文件的格式 就这些吧 所以咱考虑问题要考虑权 要不停的判断 知道吧 那咱们就把这几个格式 咱们拿到这里边写个程序 获取扩展名 faction eit name 可以吧 就这个 中间传一个ur 获取它的扩展名 只要我存不管什么格式的ur 对吧 然后我都能够获取到它的 返回的扩展名称 是不是就行了 那这里边这么多名称 首先我们需要判断的 就是什么呢 文件名中 有没有在这样参数的 对吧 在一个ur中 参数只会有一个问号 是什么 所以呢 咱们就用字无串的查询 查询什么 问号出名出现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会涉及到几个函数 哪几个函数呢 比如说 这里边 首先先判断这里边 有没有问号存在 对不对 用strstr 可以查 看到了吗 还有strpos 可以查 那这俩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 把手指打开 如果我用strpos 对吧 这个函数的话 是什么 查询字无串 首次出现的位置 对吧 那看 这有例题 看一下 这块 查询这个字无串中 a出现的位置 对吧 但是a出现的位置 abc a出现的位置 是不是在零的位置 下标 所以反规零的话 那如果判断 它是什么 它是零 那是不是可以当成假之来用 所以它在这里边 但是不一定是真 听懂吧 所以这个判断 按用位置判断 第一个字符很危险 有可能判断不好 因为第一个字符 反规位置是零 零可以当假来算 所以不太准确 听懂吧 当然对于我们这个UR来说 问号肯定不会出现在 第一个位置 对吧 所以这个是可用的 对吧 还有另外一个函数 也是差距应的 什么 STR STR 对不对 查找字无串首次出现 对吧 该函数会区分大小写 如果想要不区分大小写 使用STR ISTR 多个I就是不区分大小写的意思 那咱们这个问号没有区分大小写的 对不对 那用起来就是什么呢 你看 这是一个一脉了 对吧 查找Try出现的位置 对吧 他就反过Try 包括Try到以后结束的所有的准算 打印的就是什么 你这是加针的话 打印他之前 不加针是打印之后的 对吧 那咱们就打印之后的 包括打印这个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掉的这个UR 我传的是这样的格式 你看 http 码号 3w.lamp brother.net 斜杠下边 A下边的 比如说 IIT IIT.ic.pp 然后问号 username等于 adme之类的 你看 这是不是有一个问号出现 那现在 我如果这话输出一个 我现在只输出一个什么呢 strstr 查找这个UR里边 有没有问号出现 你看 会输出什么样的结果 好吧 那你看 我们 运行一下 是不是输出问号包裹以后的所有准复 对吧 那如果我这话再加一个 这个还是从前面是没接触过的 对不对 true呢 会出现什么呢 是不是出现前面的字符了 不包含这个问号了 对不对 那我们这话 哪怕这后边就一个问号的结构 对吧 我现在不写这个 看一下 是不是也能反问号 有字符出现就可以当成真 所以我们这话可以这么做 如果 $丢啊 这话用str str 加$丢啊 查找有没有问号出现 如果有问号出现 证明是不是这种格式 对 然后我们需要从这里边把问号前面那部分给拿出来 对吧 那问号前面拿出来呢 有几种办法 方法前面拿出来 嗯 加 什么 可以加第三个参数把它拿出来对不对 也可以用截取的办法对不对 最少都有四五种办法 咱们能把它取出来对吧 既然已经有问号了 那查找问号之前的部分 咱们先用分割法吧 因为它这整个UR就会出现一个问号对不对 那咱们结合数组的函数用一个分割 比如说 啊 用分割还记得list吧 对不对 那咱们前边的文件上咱们起个变量叫做前行不行 然后起个变量后 对吧 然后用EXPOD 这是干嘛 分割 用问号分割这个字母串UR 对吧 所以我这块再输出DARFQ前面这块 这是结合数组的分割 将字母串中用什么字母分割 分割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分给第一个变量 第二部分 那如果去写一个的话 就会把分割那部分给Q 前面这个对不对 那我这块也叫一个File吧 文件名行不行 那这块叫做起名叫做 这块写上故事 如果有什么问号格式的文件 文件将问号前的文件取出给变量 谁呀 DARFQ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输出一下这DARFQ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你看是不是就过去到了 对吧 那否则的话 如果不带问号的话 那就什么 是不是DARFQ就等于这个UR 对吧 你看如果不带问号 看到了吗 不带问号的 我这少了番号 那我们再刷新一下 那我们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还是这个 对吧 那过去到这部分 那我们还需要判断什么呢 还需要判断 咱们要扩展名 对吧 那我们第二步 上面所有的是处理UR是第一步 对不对 我们再往下走 这是第二步了 以下 是 第二步 第二步我们就得把什么 把文件名取出来 才能取扩展名 对吧 所以第二步是取出文件名 对吧 那取出文件名怎么取呢 咱们系统里边其实有这个函数 对吧 但他说了能不用系统还是三千 不用系统还是对不对 对于一个UR格式 我想取出这个文件名 我怎么办呢 看看这个 对 找到最后一个斜杠出现的位置 系统有个函数用这个 对不对 然后这位置加一开始取子算到结尾 是不是就取回来了 那找这个到位置 刚才咱们有没有一个叫POS 这个 这个是首次出现的位置 对不对 而UR里边咱们要想取文件名 咱们找的是这里边什么出现的位置 对吧 最后一个斜杠出现的位置 再加一对不对 那最后一个斜杠出现的位置 咱们应该是谁呢 看一下 那首次出现 它有没有相关的函数呢 什么 插找自如刀首次持有位置 只能用到最后一次人出位置 什么 有个RPOS 对吧 所以我们这话 F这个文件等于 什么 用STRRPOS 我查找这个文件中最后一个斜杠出现的位置 我输出一下到了白 你看 位置是什么 输出一下 是不是一个数字 它这话是30 那文件名的第一个字符就是这个位置怎么当 加一 看到了吗 所以这话我们定一个ROC 先取出最后一个的位置 对吧 然后再取出这个位置之后的所有文件 是不是指文件名了 对不对 就是一个文件名 文件名就等于什么 用STR SUBSTR 是不是用这个取过去指数块 在什么里边 UR里 这个File里边 对不对 从哪开始取 从ROC开始去 不给最后一个长度 就是取到文件结尾 那这会我们再输出这个文件名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这会写错了 它要name对不对 文件名变了 你看 是不是就这个文件名 对吧 那取出这个文件名之后 第三步就是取扩展名 对不对 那底下是第三步 取什么 扩展名称 对吧 就要取扩展名称了 如果你觉得就是两级名称的话 部分三级或者四级名称的话 那扩展名就用点分割取第二个 三级名称取第三个 四级名称取第四个 那不太好办 就这样 所以要用去扩展名的话 很容易 怎么的 我们可不可以用点分割 因为文件名是用点格开的 分割的话 倒许取第一个 各位这样 倒许取第一个 或者用弹出的方法取最后一个 是不是都可以 所以很容易就是什么的 分割成一个数组 对吧 放这个用点分割的所有名字 分割刚才 EXPLOD 是不是用过那个数字函数 处理函数 将文件名前边写 用什么分割 用点分割 这样的话 这个数字就有三部分 看一下 是不是三部分 我们取最后一部分 是不是就困难面 对吧 最后一部分 咱们前面选过数字 有个弹出 最后一个元素的内规模 对不对 所以咱们直接怎么当 反为谁 A-R-A-Y下方线 P-O-P 这个函数 $AR 就会弹出数字 最后一个 那就是文件的扩展名了 看一下 刷新一下 经过这几步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经过这几个判断 我们下边就可以用什么 任何一个格式的都可以 比如说 我多写几个对不对 直接这个文件名 这样格式的可不可以 可以吧 然后 然后像这样 C盘下边的这样的可不可以 是不是也可以 或者是在问号参数的 A等于100之类的 是不是都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后缀名 是不是都是P-P 是不是都拿到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程序 现在能出比任何文件的格式 对吧 如果你看到这个题 你就想到的是 就获取文件名 就想到这种文件名 那程序似乎简单了点 而如果写我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么什么样的文件格式 是不是都可以过去过展名 对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接到这里 这节课咱们就写了一个例子 获取文件的扩展名称 好 再见 在这个节课咱们在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